我很認真在選好的衣服給大家穿耶 還是妳也挑一個整他們的衣服 這中間只是大...大樓公啦 就這件啦好不好 最不想戳到是誰 如果妳有把很厲害的衣服拿出來的話 那就是妳了 夠這邊之類的 好 我要回家許瑜 成立也是妳 為什麼還是我 妳們都覺得我都會開到這邊嗎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菜 我今天真的穿了一件非常難駕馭的衣服 這件衣服就是穿不好很容易像是伴葬禮 或是... 像買菜的大嬸 什麼叫買菜的大嬸 就這件衣服是很難穿的衣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跟衣服有關 我今天邀了兩個漂亮的女性 然後我們要為對方準備衣服 就等於說他們可能要穿我的衣服 要穿他們的衣服 那這兩個人呢 就是許瑜 還有我們的Sandy 我相信他們都很緊張會抽到我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我的衣服比較... 難駕馭 難駕馭嗎 裸露的地方比較多嘛 但是呢我當然也不能拿出太誇張了吧 所以好我們現在要在我家先選衣服 我現在給各位看到他的第一件就是 這一件 但是這一件呢 超級難穿 如果穿不好的話會很像什麼 他的形狀長得好怪喔 好像風箏 這件衣服覺得又有點氣場的人穿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這件是從克羅阿西亞買回來的 照片基本上都有放過我穿的這些衣服 這件衣服就很夢幻 我好想帶這件衣服給Sandy穿 還是就選他給Sandy穿了 然後接下來 這一件 這一件就是大家還記得一支影片 Jessica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的妹妹 Jessica 這件很多人密我說 在哪裡買的 這件是在美國買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就是 怎麼那麼多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最近的最愛 我覺得穿它拍照好漂亮 這件是我在東區的路邊攤 哈哈哈哈 東區的路邊攤買的 如果大家去發我IG或是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件衣服 然後我覺得它太漂亮 所以我買了兩個顏色 它只有兩個顏色我就都買了 然後我就想要拿給許玉穿 還是阿凡心想看別的 我現在開別的給你看 我還是有其他厲害的衣服 但我覺得不適合啦 你們應該在想說 既然要交換衣服了 幹嘛不穿厲害一點的衣服 一定要整別人 還是其實今天我是被整啦 會不會他 露露他就是 聯絡好他們兩個 讓他們兩個就是拿出上次淘寶那些衣服給我穿 等一下 這樣是怎樣啦 真的 真的嗎 我很認真在選好的衣服給大家穿耶 還是你也挑一個整他們的衣服 那就這件啦 這中間直接打 打我空啦 還不能穿那衣就這件啦好不好 好 你是色胚吧 還是觀眾現在也在說好 好的請在下面留言 觀眾就想看啊 你覺得我帶這個U比一下好不好 我先看他們拿什麼衣服出來 我再決定我的衣服 計畫通 好那我覺得 這一件 我們給Sandy穿 有飄飄然的感覺 你覺得許魚要穿哪一件比較好 這一件好好不好 這一件給他穿 就有一種青春洋溢的感覺 就這麼決定了 OK 好啦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趕快直接出發吧 GO 等一下 嗯 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 哈哈哈 欸 這很正常啊 可是我可愛那衣啊 然後穿白色 嗯 粉絲不想要 因為我不洗澡的 好啦 那我們就二話不說 我們出發吧 GO 嗨 我們終於到了Sandy家了 那我們邀請他們出來吧 嗨 嗨 卡卡卡 卡卡 卡卡 卡卡也來耶 耶 嗨大家好 我是Sandy跟卡卡 所以我們頻道叫Sandy卡卡 嗨 嗨 我叫徐 所以妳的頻道叫 徐 好啦 今天我們本來是要抽籤 我先問一下 如果是抽籤方式 妳最不想抽到是誰 如果妳有把很厲害的衣服拿出來的話 那就是妳了 肉這邊之類的 肉這邊之類的 但是妳身材超級好 這種或是開到肚臍的盡量不要啦 盡量不要是不是 好我本來要問一下徐 是妳 為什麼還是我 妳們都覺得我都會開到這邊嗎 妳總共講穿怎樣妳講一下 妳每件衣服都這樣 我總共講很多人都是這樣好嗎 有嗎 我沒有 妳們自己去翻翻總共講 妳們再來回來下面留意給我 妳是日常穿成這樣 妳看明天明天 來 我講一下這件衣服 如果我中間這邊扣起來也是可以 可是扣起來就很像什麼 好啦 那今天所以我們就不用抽的 因為抽的的話 感覺大家都會很害怕 那基本上我也都準備了兩個人可以穿的服 所以我今天帶了三件來 那我們就每一個人都會穿到不同的風格 看我們穿上對方的衣服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好 好勒 第一件很簡單 這件是我之前常穿 我看過妳穿兩次戴是這樣子的 這件哪裡超硬 可以啦就是夏季洋裝啦 對吧 可是我覺得她怕 我覺得我穿睡覺不好看 這個我還可以耶 真的嗎 對啊 那我要給你們看第二件囉 好 第二件是我去克羅埃西亞買的 這一件呢我穿的時候大家非常喜歡 就是仙女裝是不是 就是仙女裝然後 那是無袖的是不是 它是無袖的 它超級些 它穿起來很好看 這個也是那種夏天的洋裝 而且是義大利的設計師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幫我設計的啦 可以啊這個我覺得還可以啊 我覺得它一定行 因為手臂太粗了 所以可能會看起來很像恐龍 不會啦 妳等一下就拿一個小外號 對啊 我有想要幫妳穿 如果你拿到它的話 然後再來 再來 這件是這樣 然後 怎麼這麼無袖 欸這是背後吧 沒有這是前面 這個不是 Oh my 這個連尾巴都不能穿啊 不行穿 它就是要露出一種自然的那種弧形 而不是擠的那種感覺 弧形 可是我只有那個 台灣海蝦你知道嗎 你要這樣說自己 這是呈現自然 對 自然 自然兇型 好 我想這件應該已經被淘汰了吧 那我們就讓他們兩個去換 好 他們兩個換出來我其實有點驚呆了 因為Sandy穿出來就 我還沒有看過我 因為我大學真的有在穿這次穿個衣服 而且身材就是超級爆炸好 它穿出來有一種 不知道為什麼就有一種 媽比娃娃的感覺 你不覺得很搭嗎 你們覺得成功嗎 可以嗎 我覺得很好啊 這個穿過我還喜歡的 我覺得穿起來整個派起來更瘦 因為它有一個綁帶的 它可以綁緊對不對 這件很心機很棒 但是它如果沒有綁帶 也是一樣會像阿嬤 然後 小姐請問一下這個 襪子是什麼 幫我脫一枝讓你們看看 好好好 感覺是不是 可以 脫襪子就有更鮮了 更鮮了嗎 而且重點是 你不覺得他穿這件衣服變很高嗎 就一種輕飄飄的感覺 很拉我的身體 其實我覺得你很適合白色 它真的 它這個衣服真的很會飄 不信你就走兩步 你就飛起來 欸欸欸有嗎 有飛起來嗎 我想像中飛起來 所以 它們是撐得起來的 只是可能跟我的風格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衣服要退掉囉 那我跟你講這件 你可以完全的斬肉 它可能 它等一下穿完就到那邊去了 對 妳在那邊跳高喔 妳在那邊跳高 是天上的天使嗎 好好好 好 出發 哇好 我又兌換出來了 妳不管穿什麼好像都還是 而且我穿那邊 更像一條竹竿 妳是真的人超長 妳知道妳現在很像什麼嗎 可以在台北一嗎 好 妳知道外國朋友都跟我說什麼 她說台北娃娃好像一個 穿著非常漂亮的衣服的女子 現在有個新的稱讚 其實叫說 妳好像101喔 就會稱讚妳 那旁邊就 這不是 哇 鄰家女孩 變鄰家女孩的感覺 妳真的有覺得鄰家女孩 我覺得她穿她的衣服比較鄰家 這件衣服在她身上 覺得有一點 要去菜市場之類的 欸 她是很直接的 她沒有穿過碎花 妳要給人家一點鼓勵好不好 我們要選自己適合的東西 今天過後之後 我更不會買碎花的衣服 妳覺得怎麼樣 妳自己什麼感覺 我覺得不好看 就感覺 妳就是往上拉了 有一點點 那阿凡妳覺得 妳講最公道 妳是男生 有點奇怪 好啦 那我們要換下一個人了 好 大家好我是Sandy 這個是我的更衣室 大家應該非常的熟悉 之前新加開箱的時候有介紹過 超亂 亂到爆 欸 這都是有排列好的 亂中有序 感覺不出來 沒關係 好啦 今天要挑的是要給 許瑜跟天菜的衣服 那我有看了一下他們的IG 其實天菜跟我風格有一點點像 但是我還是有想到 大概要給他什麼樣的衣服 然後許瑜的話還蠻簡單的 因為 馬上要想到一個 他從來沒有來穿的衣服 就是露肚子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穿短板露肚子吧 可是許瑜是 我幾乎沒看過他露過肚子 所以我就要找那種 近身的 露肚子的衣服 阿菜的話我是想要 因為他都是比較成熟 性感 然後氣勢很強那種衣服 我們就想說要找一個 粉嫩少女色系的衣服 不知道他加不加越起來 那 他是這種淺色牛仔褲 然後 這套大家應該有印象 我真的沒看過 阿菜穿這種粉嫩色的衣服 所以我要這套給他穿 然後許瑜的話 我要給他穿我最常穿的 短板上衣露肚子 然後加寬褲 破腿褲 這種寬褲 看起來很寬鬆的 然後 一樣短板的上衣 這一個 這一件的點是他這邊有一個扭結 所以衣服前面會顯得更短 會有更多肚子 而且他這一個是緊身的 我不知道穿起來效果會如何 好 這是這兩套了 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的駕馭 我覺得這兩套的東西 已經算是很正常的 我沒有出很誇張的 因為是我平常會穿的衣服嘛 期待 大家一定想說有什麼多許瑜一個人 因為我們阿菜呢 他在旁邊心理建設一下 我們先介紹一下許瑜 欸 你駕馭的很好啊 欸 很適合欸 欸 那個阿菜 海紅小馬 啊啊啊啊 你不要拍我啦 來 過來 好奇怪 有 約好